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小董真心话今天天气非常热今天是丽秋 各位丽秋啊你以为秋天来了没有 其实特别的热即使晚上睡觉像我都是三十几度 你可以看到有时候天气越来越热你都热的受不了 只能欠你多喝水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两天 稍得最旺的新闻它其实还是在两条 一个是国会的贪忽一个是疫情 疫情其实很严重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那我刚坐天梯五个人三个人不戴口罩 只有我跟一个外送的戴口罩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都松懈下来了 第二波第二波很危险 因为第一波你成功了你第二波就会有危险了 大家就觉得又没怎么样 你看我最行 每个人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这样的社会 台湾就觉得自己最了不起 自己都了不起 全世界No.1 每天自己在吹牛 我讲了第四个 第四个香港的女孩子回香港被确诊 这个人既然是台湾人啊 不是香港女子啊 你就可以看到 她到香港 因为我们消息不正确嘛 我们看了媒体报道 我们自己并不清楚 中央疫情中心又还在鬼混 还在骗嘛 那怎么讲呢 我们进去了以后 我们看媒体 诶 香港的确诊里面 有一个由台湾入境 就想说这个一定是香港女生 结果一查发现 她是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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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她应该 我们现在全世界都一样 你进去应该 居家隔离 对不对 什么叫居家隔离 各位朋友可能很多都忘了 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 傻傻分不清 一个是有 社区的警察 里长来找你的 这个叫检疫 那隔离呢 隔离就是卫生机关会来找你的 那就比较 觉得比较严重 都居家 但是她来找你的就不一样 那当然 你可以看到还有一种 就是集中检疫的 政府可能设了 向大陆的方舱医院 那在台湾呢 台湾设了几个 防疫的中心 然后 譬如说你从大陆回来 通通送到 这个地方 她以前是经营 经营改装 所以在台湾现在有三种 很多人都忘了啦 因为我要提醒 因为第二波来了嘛 那我们进入香港 这个五十几岁的妇女 她进去以后 她应该被居家隔离 可是她跑出去玩 她绝对不是在香港感染 为什么 因为你照那个时期 照那个时间 小董也会算啦 现在大家 你只要多看一些新闻 自己 你就比陈时中还强 为什么 因为陈时中会骗你 我们不会骗你 我们不需要嘛 她7月27号入境 然后隔离一天 8月1号就确诊了 各位 不会那么快啊 所以 我们讲 其实 台湾出去的人 很多人现在慢慢发现有 为什么会发现有 因为她只要出去 一定要入别人的境 入别人的境 就要被检疫 对不对 别 其他人到台湾来 唯一不用被隔离的就是 就是小董昨天开骂 美国的卫生部长啊 对不对 特权中的特权啊 他叫阿杂尔啊 因为他要来见蔡英文 叫陈时中 所以他不用被隔离 各位 我有时候看的真可笑 一点都不科学 一点都不专业 对不对 每天骂嘛 那你今天看这些人 那种嘴脸啊 他每天 在造神 装模作样 防疫中心 陈时中是最装模作样 今天一个一个穿帮 回泰国的确诊 回日本的确诊 到香港的确诊 从台湾出去的比利时的工程师 也确诊 在我们机场就被抓到了 还好没有回比利时被比利时切 发现了 不然比利时一定宣布台湾为预期 各位 丢脸了吧 可是我告诉你 全世界最危险的 死亡率最高是哪里 你知道 很多数据我们朋友都不会看 我小董我每天都会看 我每天晚上 就看了所有 各地的数据 然后我再来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是有科学精神啊 全世界死亡率最高是比利时 各位 这怎么会这样 是 完全你想象不到吧 那确诊率最高美国 不用讲 死亡数最多也是 那有时候你看 为什么会这样 我老实讲就是疏忽啊 欧洲跟美国会这么严重 疏忽 因为他认为 只有你们那种 黑人白种人这一生 你们不讲究公共卫生 才会感染 所以他自己很拖大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 那拖大以后 你如果这个政府 是一个垃圾政府 譬如说像美国这种 下山岸又不要脸的政府 他觉得自己最强呢 结果呢 现在死最多 那政府无人 老百姓放纵 那你就完全没办法了 对不对 各位你今天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那其实 要防止这种 新冠病毒太容易了啦 你不要管外面的情况有多危险 人多的地方 你就是戴口罩嘛 你只要到任何可以洗手的地方 用肥皂 用酒精洗就好了 你就跟他洗一下 手也不会破皮吧 对不对 我讲真的 这些都很容易做到 你把它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以后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你不会被感染 你不会被确诊 我跟你保证 这个都很容易做到的 可是因为 最大的敌人就是松瀉啊 那你今天看到了 松瀉齁 陈时中又出来讲 哎呀哪八个第七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他现在讲 有点来不及了你知道 因为现在政府在鼓励 大家拿着消费件 到哪里去花嘛 那你去了花 当然很多地方 就没办法去做到了嘛 大家就人挤人嘛 对不对 最偏僻的地方 澎湖 哇 挤个半天 挤成这样 宜蘭 宜蘭挤到我们 交通部长都出来讲 哎呀你怎么让我塞成这样 他去参加 上个礼拜他去参加 龟山岛开放二十年 结果塞车塞在血碎 那人家就AE他 你不是说走血碎的人 你们用路人 要懂得聪明嘛 对不对 叫大家聪明 结果自己塞在那里 被人家吸漏啊 吸漏他只要说 哎呀没想到我们的振兴剑 我们造成了这样 好像表示政府很有成果 政府的振兴剑有成果 大家都往那些地方去集中去堆积 那就容易被感染啊 各位这是常识吧 我讲这个东西 尝试就是尝试 就你 你不要用多大的脑袋你想一想 这个有道理啊 你跟一堆不认识的人挤在一块 你危不危险 会比较危险嘛 你跟家人会觉得比较不危险 因为家人有什么症状 你知道嘛 对不对 今天上午可能 我哥哥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我妈妈怎么样 你可能心里有个了解 外面路人甲路人义你不知道啊 他跟你同车厢再写一点密闭的 同样大家一起在吹那些空调 你就可能了嘛 各位这是一个常识 但是我们很多人他不想这样 所以你就被政府这样 每天跟你No.1 然后你就觉得哇不得了 各位朋友这种不得了 他其实是很危险啊 政府是不可相信的 民进党政府是一个完全政治的政府 蔡英文在那边每天敲锣打鼓 他今天在总统五花红包 哇不得了 有人来总统五花红包 哇好得意哦 日本有万化用他当后面 哇好高兴哦 上个礼拜日本才用唐凤当后面 你看每天照神 对对每天照神啊 因为日本本来就是台独大本营嘛 那看到台独在台湾执政 哇你要怎么样我们就供应你什么 每天在吹牛啊 吹牛在台湾 台湾一堆人正在A钱 大家看到民党政府的A钱说法 立营那些人 不顾形象到处A啊 所以小董在讲这些话 我其实很感慨你知道吗 那他们为什么敢这样 因为台湾年轻人听他们的嘛 那些817年轻人百分之八九十 脑都洗了嘛 洗了又就变他的人 所以你只要每天喊缓钟 他们就好高兴哦 昨天高等行政法院啊 有一个判决下来啊 内政部哦把在大陆 中国大陆工作的 做什么工作呢 社区管理员的主任助理 现在中国大陆其实是很 很繁荣 我不曉得很多朋友其实没有去过 都是听民进党 或者听三立那些人在吹牛 我讲啊 那你今天如果自己去中国大陆 你会发现 他怎么那么进步 他怎么是这样 各位朋友 有空到金门去玩一玩嘛 你只要到金门的海边 然后你看大陆 因为现在天气很好啊 你看下门就好 下门比台北还热闹 还先进啊 你只要站在金门看就好 你不用过去 你如果过去了也很便宜 你做个小山东 当然现在小山东停止了 你这样等小山东又恢复了 你去看看 你来回花不到一万块 你那边走一走 住个一天两天 然后你再想想 台湾这些年来干什么 自己看啊 你干嘛受到媒体影响 受民进党那种垃圾 每天在收房 在骗人的党 然后很多年轻人就 欸对啊 哇都龙后都怎么样 然后随着美国起舞 美国是一个下山烂的国家 怎么会相信美国人呢 美国为什么现在跟中共一直在对干 因为美国 川普 讲过一句话 我不能让中国人 够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啊 这是人讲的吗 他叫美国总统啊 美国的垃圾选民选出一个 一个这样下山烂的总统 我不能 我绝对不能让你够跟我一样的生活 不管你都努力打拼 或你怎么样 我通通不准 全世界只有美国人配够 美国人现在的生活 全世界所有的资源 人员 有四分之一是美国人用 美国只有三亿人口 全世界75亿人口 美国是一个下山烂 垃圾不要脸的畜生国家 我讲这样 我也不怕得罪谁啊 你可以想象吗 那是一个人吗 每天在讲 我们应该民主要自由要人钱 那是对别人的要求 自己是做不到的 你看美国警察怎么对付他们那些抗议者 你任何影片都看得到 大家只是视而不见 因为美国最强 大家不敢讲话 他就小叮当里面那个胖虎嘛 哆啦A梦那个胖虎嘛 他是恶霸 大家不敢对他怎样 怕挨揍啊 那他垃圾就是垃圾 不要脸畜生就是畜生 有什么好讲的 各位我讲这个 我一点 我其实是非常感慨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 你去跟着这样一个人 跟着这样一个超级大坏蛋 然后每天沾沾自喜 你在当小弟 然后有大哥帮你照 现在大哥有抗我一眼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心态变这样 你知道吗 昨天那个判决出来怎么样 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内政部输啊 内政部划了27个这样的人 一个社区管理管理的 管理里面 像在台湾 他有个主任委员 有个秘书长 或者 或者一个秘书 对不对 我们一个社区可能住了 住了 80户100户 然后我们设一个社区管理员 门口有行为 然后每个人每个人 依照你的评数 缴多少钱 一平 譬如说一平50块 然后你照你的评数缴 那缴了以后 我们选出一个管理员 管理员里面还有一些委员 选一个主任委员 然后大家来 我们社区最近决定要怎么样 譬如说现在选举 我们不要让政党的人来发文献 我们社区决定 那保钱就在门口 所有发文献通常不准进来 对不对 社区决定就可以了 我们社区决定 这一次中秋节 每家每户 花一盒夜饼 那用我们社区的基金 因为大家 这个钱累积下来就有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很多台湾人在中国大陆生活 那他住在社区 社区里面有管理员 里面也有一些专业的人士 有的社区很大 他有专业人士 这专业人士可能要去跑腿 要去干嘛 比如说社区有纠纷 那你要干嘛 你要出法院啊 你要到法院啊 对不对 或者你要申请什么 你要跑政府机关啊 你要拿申请表格去申请 所以 他也会有一些专业 有一些不专业的 有一些像主任委员就是奸的嘛 对不对 他是这样 台湾有些人在中国大陆 尤其在福建 因为他们 他们大家一起讲明兰话吧 所以他们叫主任的助理 主任助理 我们 陆委会跟内政部 那是 中共党政经机构的人员 所以每个人就罚十万 就罚十万 你怎么可以在那边做 做这种主任的助理呢 那他类似什么 他类似就是主任委员的秘书 就帮他管理一些东西 又觉得主任委员一般来讲 他是有震荡工作在外面上班的 那有个人在帮他搜信件 帮他看一些文件 内政部或狗宅处来公文 我们要怎么处理 我们有27个人被告 他们就去被处罚 他们就去告内政部 你知道在我们台湾 台湾现在法院 小董常骂法官多数是果官 对不对 但是现在法官里面 程度最高 而且他最不受 最行政重力的 就是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是什么 就是说当你老百姓 跟政务打官司行政嘛 那这种官司 你打进来的话 一审 叫做高等行政法院 比如说你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就是一审 那我讲的这个是一审赢了 现在周天判决是二审最高 他们被裁罚 27个人被裁罚 他告内政部 内政部一审输 昨天二审也输啊 各位你今天看到了 我小董讲新闻 我讲当然你 我讲东西你都查得到 我讲 我讲 那你今天内政部求大了 对不对 法官说 这是人家的工作权啊 这是宪法规定 他要在那边工作 你怎么可以讲他就有 就有党政金 怎么样怎么样 你在违反比例原则啊 的确是啊 这是他工作权 然后你印栽账说 你就是在替党政金工作 我替我社区 人民服务啊 他是一个共产国家 共产国家很多东西 很少不跟政府发生关系 但你就印栽他 他就跟政府有关系 台湾现在哪一个机构 跟政府没有关系 我们电台跟政府有没有关系 有啊当然有关系啊 我们电台是属于NCC在管 怎么会没关系 哦那你在电台工作 对不对 那这个电台是NCC核准的 所以你们在台湾工作 你们都是跟党政金有关系啊 你可以这样解释 可是这个太够当了 所以内政部昨天输了官司啊 各位记不记得啊 我们内政部啊 内政部的部长叫徐国勇啊 他是一个律师出身的 一路升官 原来在三立当主持人 他是三立海派 海派推荐他当民进党部分区 结果林前那时候的 那个发言人啊 他嫌记者 常常问他一些问题 所以他很气啊 他在 他在群组里面就抱怨了 都不给他正常生活啊怎么样 后来就被换了 这个人现在当乔委会委员长 官夜座一大 为什么 因为他有拍戏嘛 有拍戏撑大家都没问题 结果就找 原来的不分区 立委徐国勇 他原来是三立的主持 三立电视台主持人 三立反正跟正如后在一块 什么好处都有嘛 对不对 现在好处要哪要多 李后庆当评审委员 给三立总经理 办公室主任 是白书画师他太太 结果给了多少 你看 这几天最勇敢的是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说 李后庆又把我们一个案子 虽然不多720万 给了三立 就把这个案子撤销 三天前故宫就把他撤销 太丢脸了 故宫勇敢 好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们敢赞 敢赞这种事情啊 席国勇是三立组织 人 当正如外人 人以后 尤其当内政部长 好威风喔 他最威风的时候是什么样 是今年3月27号啊 他把警政署的署长把他移送法办 说你围造文书 警政署署长小董很讨厌 好讨厌他 他叫陈嘉青啊 对不对 爹青娘青不如陈嘉青 警戒就是这句话嘛 陈吉的爱将 他把他移送法办 结果呢 台北地前署7月2号不起诉 那就打脸了你内政部长啊 中华民国史从来没有 警政署长被他的上司内政部长移送法办的 内政部长管五个署啊 警政署消防署 益政署 就是兵役署啊 然后呢 宜民署 还有营建署 营建署管台湾所有国家公园 所以内政部管台湾土地的三分之二以上啊 这个人就是习国勇 习国勇被打了一脸 他是律师耶 他名主持人耶 台湾第一勇耶 支持要进富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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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这些名子有勇的 包括 包括我们那个李进勇 退党 他是中选会主委 支持要进富勇啊 那不支持呢 不支持 大家就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 习国勇是大律师 移送警政署长 结果人家不起诉 结果 他才罚了27个社区主任的助理 结果被最高行政法院最高啊 打了一巴掌 通通判免罚 各位还一个案子啊 我讲这个案子都是这半年之内啊 你记不记得 互联会 互联会 他们有一百多个政党和社 和团体啊 被要求没收财产 互联会 就告内政部啊 内政部说我没收你财产 这财产有多少 也不多啦 380几亿而已啦 要没为政府所有 变成政府所有 民进党是一个贪污政府 他所谓的政府 就是一个贪污政府 没收 互联会的财产 变为政府所有 就变为民进党所有 你看他们怎么去分嘛 你看就知道 结果呢 今年的7月9号 我日期都讲出来 我每天都讲出日期 对不对 7月9号 各位朋友 他本来把他们没收 人家提出说 我不要 你不要给我没收 来 来打官司 然后呢 同样的 高屯法院 判决 而且定案了 定案了 不准没收 你要那个 官司慢慢 大家慢慢来瞧 慢慢来打 二审 一审跟二审 习国勇又输了 习国勇很气啊 内政部就发一个公文 所以你们法院自己制造法律 没有 连输三个案子 法律 律师出身的习国勇 还干得下去 羞羞脸啊 马上回来 看每天 等你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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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 偶尔的陪伴 真的爱你 你这种哥 买到机票了吗 但你的汤袋 还没 你哥下午要录 有吗 不用 没有 因为没有录 晚一点再看看 会不会回去 应该 应该 对啦 应该看 你爱客自从 每月一次 爱他最重要的是 股票市场千变万化 要如何抓住标股趋势 就让综合股海多年的股市挪并很吃 蛤 这边 罗斯福路二段不是有一家叫苏行 点心店 有啊有 我当时有跟你 你推荐什么 你那时候说要吃那个 吃那个 草凉膏 对 它汤包很好吃 小镇啊 那老板姓正 吃瓜汤包啊 吃瓜汤包 是往哪里啊 那就是 往中镇竟然南方向走 走大概 好像 150到200公尺 不会太远 好像生意蛮好的 很好 它生意蛮好的 对 因为我们这边要吃 另外一家就是 蔡湾星嘛 蔡湾星就是 往中镇橋走 大概也是100公尺左右 这两家都有 草莲糕 都草莲糕 你如果再延一点 我再介绍一家 它在哪里 在行天空对面 行天空 行天空对面 的民权东路上 它比较靠哪里 靠 就是往火车站方向那里 哦 它叫 它是温州 温州 温州大温敦 它招牌叫温州大温敦 有时候 有时候 夏天吃这个清清爽爽就好了 对 对啊 草莲糕 草莲糕 因为草莲糕本身 莲糕的嚼劲 那 我发现北部的都还不错 就怎么样 因为他们都用 永和那家周家的莲糕 哦 还好欢迎哦 永和那周家那是大臣 所以是加年糕好吃 对 因为 因为你知道 最会做菜的就是 广东 顺德跟浙江的大臣的人 哦 啊 啊我们这里有几个很会做 刚好是从那边 对 譬如说 永和那个上海小馆 洪兆林 洪大哥他就是那里来的 哦 是哦 极品仙的老板 陈立荣也是那里来的 他们都大臣 罗志强也是啊 好我们要先准备回来了 欢迎回到小总真心话 所以我刚讲 习郭勇丢脸丢死了 对不对 他是大律师啊 他当内政部长 民党喜欢用法律的人 这法律的人解释你有就有 啊他们用的行政权超级无限大 三个官司都输了 一送警政署长 北检不起诉 财阀27个在中国大陆当社区 哦 管理员主任的助理 说他们在党政经工作 然后财阀他们每个人十万 周天官司也通通输 然后呢 互联会要把人家财产没收 互联会打了官司 一审二审定案 所以 不准没收 各位 你讲 你说他们没有法律常识啊 没有 因为他们脑袋被政治 我政治我一定要执行 我输我还是要让 让你们困扰 让你害怕嘛 就像小董常被告 我一到场我就知道官司我会赢啊 可是 他为什么要告我 他要让我跑法院嘛 我非常清楚啊 那这种垃圾人到处试啊 在民党里面搞法律那些人试 我就告你让你跑法院 哇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是 他们在玩法律啊 那我们知道法官跟检察官 多数是挺立啊 所以有些人 你被告了以后 你就 告十个案子 搞不好有个案子 你就被起诉了 对不对 你碰到很利的检察官 你就起诉 都在玩这一套 蔡英文最后玩了 就这一套 蔡英文有没有问题 有啊 当然有问题啊 蔡英文自己懂法律吗 蔡英文自己懂法律吗 不太懂 虽然他有律师资格 但是 因为他一路上受司法的包屁 李登辉一路上受司法的包屁 这包屁他们 哎呀这个 就不起诉 就不怎么样 都来这一套 那你把他案子 把他拆开来的话 发现大有问题 因为他的不公平太明显了 所以小董 我在讲司法 我就很喜欢 把律师检察官名字讲出来啊 你看现在那些名嘴 每天栽账这个 栽账那个 栽账以后怎么样 很多都没事啊 你今天看到台湾的社会不公平在这里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 所有的台 所有外籍学生可以进来 教育部开记者会 结果开到一半 他是一个次长 那秘书跑去跟次长拍拍肩膀 次长有一通你的电话 我在开记者会你没看到 很重要的你非接不可 赶快跑去接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哪来 你们刚宣布 所有大陆学生 所有外境的学生 通通可以进来 中国大陆不准 那个次长官比别人小 又想当这个官啊 当然他不是属于陆委会 可是他是教育部啊 他就直接进来说 我刚刚讲的那个不算 记者会开到一半 各位你丢不丢脸啊 这什么政府 这叫做垃圾政府 饭桶政府 蔡英文的不要脸 下流政府 碰到中国大陆就不久了 碰到美国人 卫生部长 哎呀连 集家检疫 集家隔离都不需要 对不对 中国大陆学生不准来 其实小董我在节目上讲很多年了 中国大陆学生你根本不要到台湾来读书 台湾人看不起你嘛 他只想赚你钱 他看不起你 第二个呢 第二个来 你随时会被 民进党政府揉制栽赃 说你是间谍 说你是怎么样 你怎么 对不对 周鸿旭就是个例子啊 大家 听我讲周鸿旭不下十几次啊 然后我们那些法官 检察官就会配合 配合民进党政府啊 把这个 这个大陆学生既然有 把他抓起来关 对不对 周鸿旭就被关了 关一年两个月 关出来说我可以回家了吧 不行 你还有其他案子 他现在被限制出境 都可怜你知道吗 三十几岁了 他家里 每个月跟他寄钱 因为他在台北不能工作 在台湾不能工作啊 那你关完了出来 关到 关一年两个月的前一天啊 我们 最高法院判决下来 你的刑期就是一年两个月 刚好 刚好 各位 所有东西都搭配了怎么好 配合行政机关啊 你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政府 已经不要脸到 连司法什么都在配合他们 对不对 小董讲这个 我实在非常温度 我跟他不认识 没见过面啊 但是我看了就很生气啊 你来大陆学生来干嘛 你来就是给民党政府做文章 在台湾被台湾的学生羞辱 就这样自己觉得洋洋得意 哎呀台湾可以怎么样 没有 台湾什么都在骗啊 你要觉得哎台湾还有没有是非 有 你在中国大陆听小董的节目就好 你会听到台湾还有一些 还有 还有一个单独的反对党 唯一的反对党在骂政务 在骂两岸 骂美国 骂世界 这就是我啊 一个人的武林 有没有听过 就是这样 你不用了 不用跑来台湾读书 读什么书啊 你在中国大陆就听得到我的广播了嘛 你就把它拿下来听 比那老师教你的东西还好 什么叫诗辉什么叫争议 我讲的东西都是用比较的 我讲诗辉都是用比较的 你一翻两正眼嘛 各位朋友你今天看到了 台湾司法可恶可恶在 完全配合蔡政务 你看那些法官 真是让人家看不起啊 小董真是 每次讲到那些我都气啊 周宏夕被判有罪啊 法官叫陈若华一审 叫何梦聪 叫林彦臣 各位我是非常瞧不起啊 各位朋友 二审啊 二审就怕他 你就一言两个一 这三个法官叫杨立俊 叫沈金宁 叫苏杨夕啊 各位朋友名单我都抄下来了 就这六个人啊 我告诉你哦 你有时候看到法官 万一你被告被怎么样出庭 你要把我的名字 把这些名字记下来 因为他是非常利的 他是非常反中的 这种太阳花法官哦 就是 看民进党政府在干嘛 法律 法律是跟政府 应该是 大家是平等的 你要是将来自己有案子 你说 诶是这六个法官哪一个胜 那我教你一个官司你会赢 你就进去表示你很讨厌国民党 很讨厌那些名嘴 尤其那个叫董之森的 你最瞧不起他 吴宜庄就讲这样 那法官一定对你大为欣赏 因为他天天被我骂 你的官司就比较容易赢啊 各位朋友 看了会不会去啊 我们台湾司法现在已经沦落到这样了 所以 我有时候看很气啊 马航九当总统的时候 司法没办法改革 因为他不敢沾手 那你 那你 那嫌你做总统干嘛 蔡英文呢 当起来以后 他把手伸进司法 他要法官 社会 律师 社会人士 大家棘手表决 那些人棘手不顺他的意 他说来重表决 诶 又不行 再重表决 表决三次 所以你们这些人嘛 就喜欢这样嘛 你开始同意我的案子就好了嘛 各位 这个在网路上大家都看得到啊 对不对 这是 这是我们的什么会议 这蔡英文上任的司法改革会议 里面的内容 影片都有啊 影片照不了假 蔡英文 告诉下面那些人 表决到老梁高兴为止 表决到我的案子通过为止 各位这什么 你今天看到情况就这样啊 今天 台湾的司法 让人家看得很生气 就是在这里为政治服务嘛 对不对 马上就当总统 不改革司法 结果那些人每天修理他 哎呀 你说顶薪多少钱 说电子业多少钱 然后那时候 几乎都判没罪 马上就很去啊 等他总统卸任 我碰到他秘书 我跟他讲 告诉你们老板 他官司准备要赢了 因为我们那些垃圾法官 在你当总统时候 不敢判你赢 他怕人家 讲说 抱总统大腿 诶 司法总统和我一样大啊 然后什么大腿不大腿 你照判 你把证据把它写在上面 一看有没有罪 你今天讲谁 在某个场合收了谁谁谁多少钱 你没有证据就是有罪啊 这是一翻两正眼的 对不对 大家想嘛 我们家法官是怎么样 法官是看人在审嘛 我一个同事 现在当名嘴陈敏锋 马上就收人家两亿 哇怎么样怎么样 马上就告他 一直不成立 后来马上就卸任了 开始赢了 官司就赢了 现在陈敏厚官司输了 他讲说怎么会这样 陈敏厚说 诶 我有找人问过啊 你问的人是谁 是刘文雄 诶 你讲马上就说前 是讲人家指正路历历 你说 连电的 荣誉互董先明治 付八千万 对不对 你说林文博 付了五千万 然后其他人每个人分摊七百万 这是你在上面讲的啊 结果呢 结果没有啊 刘文雄说 诶不是 我有跟刘文雄做这个 刘文雄不在场啊 刘文雄讲话人信吗 刘文雄本来就是平常就是信口开合的人 他虽然已经过世了他也是我朋友 可是我讲他就是信口开合的人 论文也是抄袭的 他论文抄袭啊 他去告人家碰到我 我跟他讲不要告了 那个我看过 你那论文就是抄的 你告一次被人家掀一次 就这样啊 他那时候去说金普通喔 从国安秘书长卸任 出国用特钱 竟然走公务门 然后呢到日本去 国安人员还在接 金普通告他 结果金普通官司输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三个法官啊 所以人家讲你特钱喔 特钱是中姓喔 这三个法官说特钱是中姓啊 我非常瞧不起 各位一定要知道他的名字 对不对 他叫曾布伦啊 不是布伦之恋的布伦喔 内政部的部长的部 然后伦 当然就是仁伦 伦理的伦啊 他叫曾布伦 他叫何金豪 金子的金 豪爵的豪 他叫张静文 静真的静文章的文 工长章啊 他们说特钱是中姓的啊 你知道什么叫法官 什么叫颜色 这个就是有颜色的法官 为什么 因为刘文雄清民党 清民党是挺立啊 胜利啊 金豪爵马航九的爱将啊 各位我讲东西喔 我都铁证如山 我告诉你 你今天看了会很气 就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判决 特钱什么 你骂说骂一个人有特钱 而且你编的故事 不只是这样 因为完全没有啊 你说 他走公务门 没有啊 因为你只要把带子调出来 机场有带子啊 没有啊 他没走公务门啊 你说那边 有国安人员还卸任 还去接他 你把哪一个人 你要指控我 你讲啊 通通没有 各位这就是司法 挑战地心领力 減少 總跟流汗了 很气啊 讲到司法 每次他痛骂一顿 你们等一下真的要去吃蔬行吗 还不确定 看看 考虑今天 比较有寇 他的小菜也蛮好吃 小菜喔 四季豆之类的 对 不过现场吃比较好 你可以吃他 就你如果两个去 就叫一龙 然后吃那个油豆腐细粉 有豆腐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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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宁波细粉 那一家 我上次不跟你讲 那一家的也不错 哦 因为也不太严 可以走去 我们这边 这边吃的 比较偏重江测口味 哦 真的喔 你说古亭区吗 古亭中正区这边 嗯 好像 好像真的耶 对 蠻多浙江菜 对 我以前到台北来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 这里偏重是四川 哦 所以有 演变吗 对 就是每个时代大家不太一样 以前川菜很流行 是哦 所以它是餐厅还是说小 餐厅小吃都一样 对 四川的小吃有什么 四川麻婆豆腐怎么一堆啊 对不对 鱼香肉丝啊 直辣 四点到四点半 没有 它会给你 如果你开始不喜欢它 它会给你一点小辣 哦 那这几年比较流行的 譬如说 哦 哦 就是 它比较做那个 把鱼蒸一蒸后 淋上很多辣椒 有没有 豆椒鱼头 哦 对 现在很流行 像水煮鱼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 它跟水煮鱼不一样 它这个 这个鱼头 一般用黏鱼头是清蒸的 哦 清蒸以后 它再做一盘 像搶 搶那个辣椒 再淋上去 很香啊 所以那个鱼头是很鲜韧的 哇 好 我听得到二 欢迎小董真心的话 小董每次讲到司法 我都很分开 但我跟各位报告 我这辈子 没有被检察官起诉过 也没有被哪一个法官 在任何一审判我有罪过 我真的是 很苦口婆心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有初心 我们当记者初心 初一十五的初 法官检察官也有 你进入这一行 你是要干嘛 你是要追求正义 跟我一样啊 我要追求真相 追求正义啊 我们 在这个行业 我三十几年了 我不变啊 我不管你任何党 台湾最主要的政治人物 你只要是大咖的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我也多认识 我讲到他们 我招枉屁啊 对不对 因为你要做这一行 除非你不做嘛 那你今天当法官检察官 你做了这一行 你可以看颜色吗 有 你们都在看颜色 因为你们知道你们颜色会升官 就这样 升官以后 你即使淹枉了对方 对方最后判无罪 你官已经升了 我们今天台湾多少 检察官跟法官 不要脸就不要脸在这里 为了自己个人的升官 为了不得罪 钱贵 然后看谁比较可以欺负 马航九是最容易欺负的 国民党乱趴趴 没出席 然后大家就一起来 罗令你 反正你手不敢讲 不敢摸 马航九一日开庭 那个法官啊 地方法院一个法官就教训他 那时候马航九当总统 被别人告啊 他自己出庭去陈述啊 那法官修理他怎么样 你知道 说像你们当总统的人 动不动都去告别人啊 不晓得我们法官很忙啊 那你们在政治人物告来告去 我们怎么去判决吧 各位 当场被一个这样的法官 我告诉你 像这种不要脸的法官 赶快滚出司法界 你根本就不配干这一行啊 像法官有多少垃圾法官就是这样 对 你教训马航九 我很高兴啊 但你不配当法官 你知道吗 你是垃圾你知道吗 今天 马航九去告谁 跟一般老百姓告谁 在司法的天秤上是一样的 他既然告了 你接受这个案子 你眼中就没有 他是不是总统的问题 对不对 他只是言告跟被告而已 和他的身份地位没有关系 所以你要照他成了证绩 今天不是在那边 哎呀我可以呛总统 我好厉害哦 你看 哎呀網路都在歌颂我 年轻人都崇拜我 你不要脸天下无敌 干什么法官 果官啊 我老实讲 自懂就是果官 干法官有那么了不起吗 干法官责任很重 干记者责任也很重 干检察官责任更重 对不对 大家都要知道 因为你背负的是一个 一个正义 一个公平的力量 政治人物有没有 立委有没有 钱照收啊 习永明怎么收 习永明说下一步要找我 等我卸任主席以后 钱再给我 各位呗 丢脸死了 你看习永明 找公关公司 的老板 找习永明 习永明时代力量主席耶 过去 今年21号才卸任 是之前干嘛 干时代力量的立委 不温馨立委 结果呢 欺世公关的老板 吴世昌世界的事 两个日那个昌啊 跟他讲 我接受委托嘛 李延龙找我 你来参加一下 习永明说 不要 我不要挂名 因为我是时代力量主席 我挂名 不好看 那不挂你名 把你 把你写顾问好不好 好顾问可以 时代力量主席见不得人 只能挂顾问 各位你就知道心里有鬼了 时代力量主席走到哪里 都是主席啊 人家找你就是因为你是时代力量 你主席下面管三个立委 对不对 这三个立委 是你的不分期立委啊 所以人家就是要你这个去 结果说 那给你刮顾问 你刮顾问 在场每个人也知道 你是时代力量主席啊 结果呢 吴世昌传简信给他 好 那你既然来了 没有 我已经帮你争取到了十 十万块啦 写十 希望名很高兴啊 用一个蛮头人的 按一个赞 哇你帮我争取到钱啊 各位朋友 这些人 每天嘴巴讲的都怎么样 可以听吗 时代力量是太阳花的产物 台湾多少年轻人崇拜他们 崇拜贪污 崇拜不要脸 我已经骂多少年了 太阳花六年多了 就疫情不要脸了 不是吗 嘴巴都讲得好 我们是为了怎么样 我们跟警察那个是 警察就是国家暴力 那现在呢 现在 现在警察还是国家暴力吗 各位 现在民党执政了 通通不算了 警察还是那批人啊 你今天看到台湾的社会 我们那不正常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 大家都相信来比赛不要脸 对不对 今天 苏贞清收两天都快被收押 习永明被交保 我说这就是在放水 我已经讲两天了 有人密报苏贞清嘛 苏贞清赶快去还钱 还给李元龙 表示说我这借贷 那呢 习永明是实在力量 是太阳花的人 准备要拿钱了 因为 吴市昌说 我会当面交给你 我已经帮你争取到十 就说 因为你有出息一下 给你十万 当面以后我再给你 还没给的时候 检察官就收网了 哎呀 未税 未税 你为什么不等他给啊 你已经 你已经部署两年了 有差这两天吗 这就是放水 你懂不懂 各位小董讲新闻都很简洁 但是你一听就懂了 对不对 在台湾 听我节目是很大的幸福啊 因为你看那么多新闻 这些人 讲了每家讲的人 不一样的讲东讲西 那最后关键在哪里 最后关键 小董一讲你一听就懂了 哎呀 原来是这个在放水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不要找你的亲戚朋友 订我的APP 这背后或者跟他们讲 酒吧新闻台小董节目最好听 又不用钱 我讲真的 我就是看了不平视 我们把它讲出来嘛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啊 各位朋友 台湾不需要那些 每天嘴巴讲漂亮的 什么太阳花 一堆垃圾学生 一堆垃圾教授 导演歌手 作家什么出来 我们挺 因为你们一起不要脸 是啊 平常讲东讲西 请问现在这些人在哪里 那时候有多少洁青青年 批评这个批评他 现在习有名 做点 请问一下 范银小姐你们在哪里啊 你们那些不最喜欢批评这个批评他 我们有多少人在哪里啊 林楚音你在哪里啊 是不是 有多少绿色名嘴现在敢讲吗 怎么样 碰到自己人就不讲啦 为什么他收那么多 他要吃两千多万 因为他帮他叔叔输家钱拖啊 输家钱的分他一起拿啊 就这样啊 输家钱知不知道我不清楚 但是他的价码为什么那么高 因为他是两人分啊 三人分 为什么 别人 别人八百万 为什么他两千多万 三人分 因为我叔叔是院长 一个院长等于两个立委 各位你知道那种概念就这样出来了 贪污是有价码的啊 我怕你啊 我敢拿啊 你拿我怎么样 所以今天你 讲台湾这东西喔 你讲 哎呀小董 你讲的那么生气 有用吗 有没有用 没关系啊 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 各位朋友 台湾喔 其实我们今天的情况 都是自己造成的 我真的讲自己造成了 对不对 今天自己造成了啊 你很多事情 你不追究就没有啊 各位朋友 今天几号 今天立秋 8月7号 对不对 我讲了 你知道4月26号 到现在100天了 4月26号是什么日子 不知道 就忘了嘛 钱贵烧死六个人 现在有谁在管你钱贵啊 小董你还要提这一招 是啊 钱贵老板叫练台生啊 他就出现过一次 他也没道歉 手插在口袋 到地检署 记者问他 什么都不答 啊没事了 媒体不会再讲了 像前台湾只剩我一个人在讲 你知道吗 钱贵KTV100天了 死的人都做百日了 有没有 有没有赔赏什么 赔赏谈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是练台生啊 媒体不修理我 我不怕 那你要我赔赏 没关系我们来打官司 大家要慢慢拖啊 现在再打官司啊 各位 现在就是这样 我跟你打官司 这种民事官司要打多久 三年五年七年八年都可能啊 你们谁会记得 不会啊 前台湾生一个笨蛋董之生在那边 说今天做百日了 百日要怎么样 百日能做维新吗 不会 不用百日 两个礼拜已经都没有人在谈了啦 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啊 有恃无恐 我是大老板 我跟蔡英文都好啊 对不对 我每天歌颂她 我的一电视 我的年代电视 每天吹捧民进党 你们拿我怎么样 你们看 illness 你 我们别闹出来了 你